当前形势下,金章国家就巴以问题发出正义之声,和平之声,非常及时,非常必要。 加沙地区的冲突已持续了一个多月,造成大量的贫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并出现扩大外溢趋势。 中方身表关切,当务之急,一是冲突各方要立即停火指战,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释放被扣押平民,避免更为严重的生灵涂炭,二是要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向加沙民众, 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停止强制迁移,断水、断电、断油等针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三十国际社会要拿出实际举措,防止冲突扩大,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稳定。 本轮巴乙冲突爆发以来,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停火指战,为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局势。 中国已通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联合国机构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通过埃及向加沙地带提供了食品、药品等紧急人道主义物资, 并根据加沙人民需要继续提供物资援助。 中国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已经推动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 要求延长人道主义暂停和人道主义走廊的期限, 保护平民、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等。 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 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 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 我多次强调,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 是落实两个方案。 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不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中东就没有持久的和平稳定。 中方呼吁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合会, 凝聚国际促和共识,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如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